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今星期会再开会 商讨延任问题 民主党说倾向延任一年 朱凯迪就表态 支持集体杯葛延任 又建议民主派用公投或民调做决定 有进华报道 现届立法会议员延任一年 民主派仍未决定去留 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在社交网站表态 支持集体杯葛 他说民主派议员在2016年的选举 得到的授权只有4年 不能因为中央单方面的非法决定 继续自认为议会代表 他又说政府容许已经被选举主任DQ的议员延任 是想引有民主派议员接受议委任取代选举 以及对外粉饰太平 他认为集体杯葛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香港的问题未解决 亦可加大中央恢复选举的压力 至于如何得出齐上齐落的决定 他说参考市民的意见 大部分都认为要经过公投 或者具有公信力的民调重新授权 又说如果由各党派自行决定 极有可能重度2012年政改方案投票的覆设 令民主阵营出现大分裂 民主党主席胡志偉说 不评论朱凯迪的看法 民主党倾向议员延任一年 民主派内的意见两极 是否可以齐上齐落 召集人陈淑庄说 这个礼拜会再开会 各自大家的取态 暂时都未有一个很清晰的交代 未来的日子我们都会再见面 当然就是商讨大家的去流问题 注重各自的党派的决定 尽量听到意见 我相信如果那个意见是比较有倾向性的话 其实大家会有一致的决定都不奇怪 至于会不会由公投决定 他说都要再谈 不会一锤定音 有线电视记者游进华报导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有线电视记者游进华报导